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削纸 对不对 你看一看这个画面 然后呢 这个画盘呢 这是我的画盘 我有不同的画盘 但是呢 你也可以有 比如说像这样子的画盘 你要是什么都没有呢 有一个塑料的盘子 或者是这样子的盘子 但是呢 用白色的 因为这样的话才能看清楚颜色 如果用花的 你就看不清了 虽然我的这个是花的 这是因为它原来是白的 只是因为我上面有颜色 我没有擦干净 对不对 所以画盘呢 你们可以 如果有就用你们的 没有呢 就用塑料的盘子 或者是你家里白色的瓷的盘子 水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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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定是要有水的 你看这里 我呢 一般呢 会放两个 两杯水 为什么呢 一个呢 我是让它用冷色 一个是暖色 那有的时候也需要有一个是干净的 一会儿我会给你看 为什么 但是呢 你不需要用我的 你看吃了冰激凌的 这个就可以用 你其他的冰激凌的也可以 这样子盒子 当然是要彻底洗干净 因为如果里边有油就不好 然后我们希望它是干净的 acid free的 所以可以回收 洗干净了都可以用 我也经常 我出去画画都用这个 好 所以画之前呢 把两杯清水接好 对不对 然后呢 就是纸 纸呢 如果你们的本子上是一个block 它已经固定了 那么你就不用做什么 但是如果呢 你的是单页的纸 一化 水彩一件水 它会皱 那怎么办呢 你看 这个呢 是一个masking tape 这个在Michael's 你就可以买到 然后我的做法呢 是这样子的 你看 我会把一个纸呢 你看 这样子的 在镜头里嘛 对 就是拿这个这个tape 你看 拿这个tape呢 把它四边 粘在这个固定在这个一个board上 这个board呢 你们如果也可以在Michael's去买一个board 就是一个硬一点的board 能固定它就好了 我现在的这个demo呢 不是非常 但是就是 目的呢 就是把它固定在这个上面 对吧 就是这样看 就是这样把它固定在 嗯 这个这个board上 这样的话呢 这样的话呢 降了水以后呢 它会不 它也不湿 诶 这就是 你看 四边 我原来有两边了 对吧 就相当于说 我就把它固定在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board上 我在那个list里头 没有让你们买这个board 也没有让你们买masking tape 我觉得这个可能 你最开始可以有 也可以没有 但是有了更好 这个纸呢 就是固定的 好 这个有了呢 你可能会看到 呃 这些 你看 这个纸 画画之前呢 要在这个 这个上面 要用纸 最好还要有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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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为什么 我们要有的地方要擦一下 要蘸一下 用 所以呢 准备好一点这样的纸 然后你可能会看到 我还有这个 一个小的spray bottle 这个干什么呢 这个干什么呢 这个画画的时候 为了让纸keep 这个纸湿可以用 其次呢 比如说 你看 我的这些颜色 对吧 已经干了 我就把它用 我画画之前 我把它喷一下 对不对 其次呢 我的色彩呢 是管状的 但是你们的也可能是膏状的 膏状的也是可以的 就是如果你们的 如果你们的 如果你们的颜料呢 是这样子的 膏状的 这样块状的 这样子的 嗯 还有就是 比如说 我也有 这样子的 块状的 也是可以 那么它就是相当于说 我要为什么要有这个呢 你看 我为什么要有这个spray bottle呢 我就喷一喷 那你没有的话呢 当然你可以买一个 你要不买呢 那你就拿手指头 这样就水往上喷 对吧 这是为什么我没有 最开始就list这些 但是这个我现在给你们看的是 我在画画的时候 必须要有的东西 好的 那么 咱们第一次的呢 因为今天晚上我们没有课 那我想给你们展示一下 就是说 一个快速的 你看啊 就是今天呢 咱们第一堂课 也就是今天的课和下一次的课呢 今天呢 你们可以先让孩子练习这个 如果你们没有时间呢 我就下一次 我们只需要三个颜色 蓝色 蓝色的 红色 你看这个红色多了 这就红了 那我们想要 我现在的目的是要配出灰色 那么我再加一点黄色 你看加多了 它又会变绿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再加一些蓝色 就是根据 就是这三种颜色 这三种颜色 我们就可以配出很多很多的颜色 对不对 那么 这个呢 下一次我会在课堂上 带孩子们练 具体练 现在呢只是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说我用三个颜色呢 你看你要有一个纸 试验一下 比如说我觉得冬天是这样的颜色 或者冬天还要再 还要再暖一点 我再加一点红的 然后呢 我画的时候你看 就是我现在要画咱们鸟背后的这个 冬天的这个 这个景色好不好 那么 我要画的是 冬天后面的景色 对吧 那么我呢 你看 我们呢 比如说我们就说 冬天是这个颜色的 你看 我们就把它画上去 对吧 如果我们有鸟 我们想把鸟的地方躲开 但是现在呢 我们可以先不躲 因为我今天想让你们只是练习一下这个水彩 你看 这是我在画板上配好了的颜色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觉得说 其实自然界的背景里头 它其实呢 不是说这么匀称的 那这个时候 你比如说 它还是湿的 我给它点一点 点一点黄 对吧 那么我给它 点一点红 是不是 它就会有一些区别 只要纸还是湿的 然后这个时候 为什么说 我这个有用呢 比如说我想让它还是湿的 或者我想让它流一点 或者你看 我想要造成 雪的景色 有雪花的感觉 怎么弄呢 一个是 我假设你们是没有这个 喷的 你看 能看到我的手吧 看 我的手沾一点点清水 干净的水 看啊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对吧 沾点清水 如果你想要让它 有点别的形状 你可能看到了 为什么我这里有盐啊 你看啊 我给这弄点盐 然后我这么一撒 能看到吧 撒了以后呢 先不要动 你看 它现在是这样 你要等它干了 干了以后呢 你再把它弄掉 再把它擦掉 等它干了以后 那么盐呢 不同的盐 它会形成不同的 这个花纹 所以这个呢 都是我们可以去尝试 好玩的部分 好吧 好的 你们看 现在这个干了 然后呢 干了以后呢 其实还没有完全干 但是呢 就是 应该要等它彻底干 你也可以用一个 hair dryer 让它干的快一些 但是呢 它已经不影响 后面花纹了 比如说就是彻底干 我们假设它彻底干了 我就把它这个盐这样剥掉 你看 这个时候 这个盐的花纹 加上我们手喷的清水的花纹 这是不是像一个雪景啊 对不对 而且呢 就是 一开始你们可能会觉得 这个灰色好重啊 这就是水彩 水彩呢 它在湿的时候会显得 颜色很重 但它在干了之后呢 它的颜色会起到变化 它就会变淡了 好的 这是我们今天 你们可以自己 带孩子一起玩又玩水彩 下一次 哦 我想起来了 嗯 等一下啊 今天呢 我刚画的这个背景小 我们到时候会让它画大 九乘十二的 然后这样的话呢 你们可以让它们今天玩一下 九乘十二的这个 后面的颈 然后把这个鸟呢 它放上去 它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更好看呢 让它们自己做个决定 这样的话呢 它们决定了在哪里最好看呢 它们把这个鸟 按照我们的简直描上去 下一次呢 我们就要绕开这个鸟 画背景 然后还要把这个鸟 画成画出来 好不好 啊 这就是 对 这就是我们 你们今天可以带孩子 玩的内容 好的 再见